太近了 这个MC居然一出生 就把我扔到墨地 简直离谱 开局就让我打墨影龙 简直就是丧心兵狂 这墨影龙 岂不是一点游戏体验都没有 你好骚啊 小伙伴们你们上当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在我的计划之中 没错 多亏这个恶魂先生把我送到了主世界 现在我就可以开始搜集材料 准备暴揍墨影龙了 笨蛋地 我再去我就改名叫雪碧 我怎么突然都不了了 傻奇哥 又要闯走比亚屋 木头还没挖呢哥哥 能帮我把主世界的空调开一下吗 终于回到主世界了 可以开心的忘靠了 冲冲冲 给我挖它 把铁烧成铁地 然后做出无敌的铁膏 嗯 这声音是 等 等一下 我等 高速台 哎 你陪我高速台 这样是原地长头 就不要变出这堆没有用的黑药石了呀 哼 当然有大量不跟你们记得 等录完素材就把你删了 5分钟后 挖了半天的木头铁 应该快烧好了吧 哎哎哎 等一下我跳 没办法 既然MC那么想让我打木赢 那我只能提前可以被镖留个空来装龙蛋了 真不明白 破龙蛋啥用也没有 就想着送给我 跟我套近火 追女生也不是这样追的 我从未见过如此后野无耻之恩 小伙伴们你们见过 就快到了就快到了朋友们 马上我们就要到达莫地道了 跟莫一龙来一场精彩的对决 难道要心里准备啊 未成年人和成年人 请在家长的陪同下观看 哦 吐死 这莫一龙怎么会偷袭人啊 希望没有远程武器是吧 诶 等等 等等 不要再这么说错 嗯 这是场到哪儿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那边是莫地老 右边是我刚才搭的桥 为什么比之前更远了呀 朋友们 你们看到了啊 不是我不想打莫一龙哦 是这个MC暗中使坏不让我打 所以呢 今天就只能到此结束了 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小彩蛋 本次视频中除了随机传送 还有一样东西 也是一直在随机变化的 大家猜是什么 欢迎在评论区里说出点答案哦